臺中海巡隊的漸艇一連兩天 在臺中港外發現不少海豚回遊聚集 推測可能是保育類的白海豚 跟著魚群進入到了港區內 鯨豚專家表示 雖然海委會去年九月公告 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 劃設了白海豚的重要棲息環境範圍 但還是要有具體規範 保育才會有成效 海巡漸艇在臺中港外海 發現海面上好幾隻海豚 一下浮出水面 一下又跟在船隻旁 趕緊記錄下難得的畫面 仔細看看這群海豚的外觀 呈現白色或是些許粉紅 海巡人員推測 可能是保育類的白海豚 台中海巡隊表示 5號和6號進行海上巡邏時 在臺中港外1.5海里處 發現這群海豚的蹤跡 臺中海巡隊表示包括北堤燈塔外海 以及靠近苗栗縣的海域都曾經有發現活動的紀錄 以顯示保育有成效 經豚專家表示確實也有發現白海豚因為覓食進到臺中港區的紀錄 而去年海委會公告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範圍 包括中部四縣市的海域 範圍廣達763平方公里 但保育團體認為還是不足 郭翔夏表示目前有觀察紀錄到的個體大約是64頭呈現微幅下降的趨勢 說得應該儘快擬定保育計畫 對於七席的環境也要有具體的規範 保育才有成效 今天有林健身王龍濤 台中報導 我就看到 隊長 隊長 你要 sensational 你 谢谢大家